WIT的暗黑破壞神永生不朽教學資 如何打掠奪寶庫 踩地板不要亂跑啊 怎么不能进下一层 不朽者怎么又来了 无客的WIT要分享如何打掠奪寶庫 影片有字幕 觉得语调或声音难听 可以用静音观看 下方说明会放时间点清单 请多多利用 影片分 认识掠奪寶庫 为什么要打掠奪寶庫 如何打掠奪寶庫 认识掠奪寶庫 玩家必须是影萌暗影四族成员才能参加 如何成为影萌暗影四族成员不是本集重点 不多介绍 掠奪寶庫每日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晚上7点到9点开放 掠奪寶庫开放时段 到滴雨大厅找菲格斯开启等待画面 掠奪寶庫必须足满4名玩家才能进入 等待画面可以寻找队伍或组满队伍直接进入 每次打完需等待10分钟才能打下一场 掠奪寶庫目前共4成 挑战完4成可回到滴雨大厅 为什么要打掠奪寶庫 打掠奪寶庫可以获得战柄币与金币 每周奖励有金币、战柄币、随机传奇装备 随机传奇装备 WIT目前不确定从哪边领 领取方式之后会补充再说明 隐蒙我的阶级 每日任务可以获得印记 提升个人阶级提升加成 完成掠奪寶庫能增加暗影氏族得分 如何打掠奪寶庫 打掠奪寶庫要注意两点 1.通往下一层要踩地板机关 2.看守者优先处理 每一层怪物清空到下一层入口前 玩家需要踩4个地板机关 4个玩家一人一个地板机关 4个玩家就定位就会进入下一层 1-3层打完请一人一个地板机关 踩好踩满 1-3层打完不要乱跑 请去踩地板机关 不要去踩别人已经踩的地板机关 一人一个地板机关不用抢 不要傻傻的在入口前干等 不要不踩地板机关让队友等你 不要乱跑踩地板机关啊 干队友等等说不定还要上班或吃饭 看守者会随机出现到1-4层 看守者出现画面会显示通知 看守者在场上一段时间 未收到玩家攻击会通知不休者 看守者被玩家攻击会中断通知不休者 不休者收到通知 收到通知的不休者会随机出现在掠夺宝库 出现在掠夺宝库的不休者 人数与强弱随机 有的不休者轻松解决 有的不休者轻松团灭玩家 看守者出现提示 记得优先处理能降低不休者出现在宝库的机率 掠夺宝库每一层只要击杀所有怪物 就能前进下一层 怪物包含看守者与不休者 不休者进入宝库不建议直接冲到不休者的怀抱 建议把不休者分散拉开再各个击破 最后分享掠夺宝库遇到的奇葩队友 WIT打掠夺宝库遇到第二层打完走传送门离开的队友 我跟另一个队友傻眼站在地板机关 默默地继续打完剩下两层 如何打掠夺宝库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 还没有订阅WITYouTube频道的请协助订阅 WIT感谢您 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WIT的影片 请协助按我喜欢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 可以开启小铃铛通知 我是WIT下支影片见 拜拜 明镜需要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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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